各位观众为您带来最新的讯息 气象署稍早在11点10分的时候 针对三县市有发布了大雷雨特报 那目前的县市的雨势呢 将会持续到晚间 那最新的呢在12点34分的时候 也针对桃园市以及新北市 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 提醒民众呢下午出门 务必携带雨具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也提醒要前往山区的民众盛房摊 它已经落实还有汽水暴涨 那另外呢因为受到雷雨的影响 松山机场呢从11点47分起是 暂停了地面作业 部分的航班呢可能会因此延误 也提醒旅客以及接近的民众 要留意航班的资讯 以上从我最新主播